今天,以尽心、尽意为主题 和各位一起来查考一下上帝的话语 各位,问大家一个问题 认为上帝无法参透我们内心的请举手 认为上帝一定不知道 我现在想什么的请举手 没有一人举手 看来各位都知道正确答案 上帝什么都知道,是吧 能参透我们的内心 但当上帝查验我们内心时 若发现我们外表完好 里面却已腐烂的话 上帝会怎样呢? 请各位也换位思考一下 假设在超市买了一箱很贵的苹果 外表看起来很好 可是一箱苹果却发现 里面已经腐烂了 这时各位会高兴吗? 会高兴地说 哇,苹果烂了吗? 不会 各位会很不高兴 看到腐烂的苹果 肯定都会很难过 我们的灵魂也同样 有的人外表上看似 非常尽心 尽意侍奉上帝 虽然表情都相同 外表都一样 但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内心 有的人内心可能腐烂了一半 有的人可能几乎都腐烂 有的人可能只剩下了空壳 上帝看到的 若是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还能成为 上帝所喜悦的人吗? 因此 尽心的意思 就是将我们的心 百分之百都献给上帝 尽意中的尽 是什么尽呢? 其中含有全部都的意思 不是吗? 含有百分之百的意思 你要尽心 尽兴 尽意 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建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这是耶稣 在两千年前 来到这地上小遇的内容 可我们 却只注重于 具备基督徒的模样 外形 我们的内心 在上帝看来 是否能得到 你确实是我的儿子 我非常喜悦你的 这一肯定呢? 我们是否向上帝 尽心 尽意 尽性 尽力 心中 是否充满了 对上帝的爱呢? 若是能以此充满 就能结到很多果子 必定会结出 美丽的果子 上帝会赐予 这种好的结果 可是 若里面都已腐烂 只有外表完整的话 世上就会说 这是空壳 是吧? 如果 我们不真心做工 只是走行事 那么 就得不到任何结果 这是父亲母亲 赐予我们的教导 所以 西安的所有弟兄姐妹 都要 向上帝尽心 尽意 尽性 并要完成 这幕后的 七十亿福音才行 当我们 怀着这种心 去做侍奉上帝的事 那么就绝对不会 感到累和困难 当各位 做自己想做的事 自己喜欢的事实 即使 做到深夜 也会觉得时间 过得飞快 不是吗? 可是 若做自己 不喜欢的事 那么 一个小时 也会觉得 怎样呢? 俗语中 也有一刻 如三秋的话 如 就是同什么 一样的意思 三秋 只三次秋季 即 一刻 如同三年 一样的意思 是指时间 过得非常慢 当处理困难的事 或是做某些事 不诚心诚意 那么就会觉得 时间过得 非常缓慢 上帝不看 我们的外貌 而是 查看我们 是以怎样的心 去做事 有的人认为 只有非常优秀 出色 有能力的 募会者 才能够引导 有能力的人 可是 上帝却是通过 心中充满上帝的人 去成就 惊人的福音成果 有人想 若不是牧师 没人能做成那事 事实并非如此 无论是谁 只要是对 上帝尽心 尽意的人 就会成就 恩典的福音结果 所以 即使从现在开始 对待上帝 我们不能 只注重形式 外表 而要发自内心 因为经上说 上帝始终 查验 我们的内心 上帝称赞大卫 说他是 上帝喜悦的人 和上帝心意的人 我们是否也具备 像大卫一样的信心呢 还有各位 所熟知的谁呢 上帝曾在撒旦面前 称赞过此人 他是谁呢 约伯 我们需要问问自己 我有像约伯 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吗 像亚伯拉罕 挪亚 摩西一样 被记录在信心中中的 信心的先知者们 他们心中充满了什么呢 他们尽心 尽意 尽性地敬畏上帝 珍惜上帝的儿女 竭尽全力 持守了真理 他们喜悦地遵行了 上帝赐予的诫命 因为这种精神 活在他们里面 所以上帝 总是帮助他们 清除前面的障碍 因此他们得到的结果 是什么呢 人总是看外表 而评价说 他至今为止 如此努力传道 回天国后 在上帝面前 一定会得很多奖赏 但上帝 却始终察验人心 看我们每个人的心内如何 有的人 以完全腐败的精神 传福音 但也有人 心中充满 对上帝的诚心和诚意 去传播福音 那么 哪一方 会得到好的福音结果呢 注定是尽心 尽性 尽力 尽意的人 会得到恩典的福音结果 所以我们 不要炫耀 自己过了多久的信仰生活 而要时刻回顾 上帝在查看 我们的内心时 我们心中 是否充满了 对上帝的爱 是否尽心 尽意 尽力爱上帝 希望我们 能常常回顾 此问题 一起 看一下 马太福音 二十二章 三十四节话语 看 三十四节 法利塞人 听见耶稣 堵住了 撒毒该人的口 他们就聚集 那中有一个人 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 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 怎样呢 要以一半的心吗 这里记录说 你要将心一半 放在世上 一半给上帝了吗 圣经从未 有这种记录 在上帝所自语的 圣经教导中 记录说 你要尽心 尽 换句话说 就是 按百分比来算 就是百分之百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爱主 你的上帝 这是 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如此 小于了我们 这在诫命中 是第一 且是最大的 上帝 上帝时刻 都在查看 我们的内心 看我们是否 在过悔改的生活 是否顺从 上帝的话语而活 而且为了实践 上帝 吩咐的话语 付出了多少 精诚和热情 上帝 上帝 一直都在 查看我们 心内的 这些内容 有的人 因为百分之百 顺从上帝 所以怎样呢 上帝通过 不断赐予果子 来显明上帝 与他同在 让他成为 充满果子的树 从灵上来看 上帝在赐予 这种祝福 是吧 我们 若想从今起 多结果子 那么就要检查一下 自己的心 有多少是向着上帝 自己的心 上帝和我们自己 都知道 所以 要重新开垦 自己的心田 得到新的变化 以全新的心 走向上帝才行 上帝 一直都在 查看我们 是否尽心 尽意 尽兴 做上帝的功 对此 我们通过 撒末尔记上 十六章 来查看一下 撒末尔记上 十六章中 记录说 上帝派遣 撒末尔 去大卫的家 去那里 找出接替 扫罗王位的人 并拥有高塔 在此过程中 我们能看到 上帝选择了 最尽心 最尽心 侍奉上帝的大位 各位 上帝不是 不赐予我们 祝福 从现在这一刻起 我们要回顾一下 自身 要想一想 我们心中 是否预备好了 能领受上帝 所有祝福的 庆明呢 看十六章一节 耶和华 对撒末尔说 我既厌弃扫罗 做以色列的王 你为他悲伤 要到几时呢 你将高油 盛满了脚 我差遣你 往伯利恒人 耶西那里去 因为我在他 众子之内 预定一个 做王的 撒末尔说 我怎能去呢 扫罗若听见 必要杀我 耶和华说 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 就说 我来 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要请耶西 来吃鸡肉 我就指示你 所当行的是 我所指给你的人 你要高堂 撒末尔就照 耶和华的话去行 到了伯利恒 那城里的长老 都战战兢兢地 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他说 为平安来的 我是给耶和华献祭 你们当自节 来与我同吃鸡肉 撒末尔就是耶西 和他种子自节 请他们来吃鸡肉 他们来的时候 撒末尔看见尼利亚 就心里说 耶和华的受高者 必定在他面前 耶和华却对撒末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 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 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什么呢 说上帝在拣选 和召唤某个人时 比起看人的外貌 上帝更加 注重看人的内心 上帝 查看他心中 是否尽心 尽意 尽兴 顺从 实践上帝吩咐的 所有教导 是否爱上帝 上帝始终 都在通过查看 内心 来确认 这所有的内容 我们作为在天上犯罪 被驱逐到 这地上的罪人 是否每天都在 恩典的度过悔改的生活呢 为了将肉眼 看不见的内心 显明出来 上帝才赐予了果子 这一福音结果 因此 在这里 上帝也说 耶和华 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看巴结 耶稀 叫亚比拿达 从撒美尔面前经过 撒美尔说 耶和华 也不拣选他 上帝通过撒美尔 查看了 耶稀的大儿子 伊利亚 二儿子亚比拿达 等耶稀的 七个儿子 最后 又换回大位 上帝一直在查看 他们每个人的内心 各位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的旨意 上帝在这些人当中 选择了大位 决定立他做领导人 经上形容说 大位容貌俊美 由此可以推测 他可能长得很漂亮 很柔美 他当时很年幼 可是上帝 却让撒美尔 拥有高塔 上帝并没有 看其他方面 年龄 身高 外貌 比起这些 上帝最先看的是什么呢 是内心 今天 我们在座礼拜时 是否尽心 尽意 尽兴 向上帝 献上了安息日礼拜呢 若是没有 那么即使 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也要将我们的心 改换一心才行 我们继续来看八节 耶稀 叫亚比拿达 从撒美尔面前经过 撒美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耶稀 又叫沙玛 从撒美尔面前经过 撒美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耶稀叫他七个儿子 都从撒美尔面前经过 撒美尔说 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撒美尔对耶稀说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他回答说 还有个小的 现在放羊 撒美尔对耶稀说 你打发人 去叫他来 他若不来 我们必不作息 耶稀就打发人 去叫了他来 他面色光红 双目清秀 容貌俊美 耶和华说 这就是他 你起来高塔 撒美尔就用脚里的高油 在他诸心中 高了他 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 就大大感动大卫 撒美尔起身 回拉玛去了 上帝看了他内心后 说了什么呢 他是怎样的人呢 和我心意的人 简单地说就是 我很满意他 简单地说 就是这样 因为大卫尽心 尽意尽性地 侍奉上帝 所以上帝看到 大卫的这种内心后 在耶稀的八个儿子中 最满意 最小的儿子大卫 各位 现在我们 也在向着 永远的天国 而努力奔跑 各位 作为天国 有君尊的祭司 上帝会按 各位在地上 捷到的果子树 赏赐各位 要掌管的城池 此话语 记录在 路加福音十九章中 是吧 在银子的比喻中 婆人说 我赚了十钉银子 上帝说 你可以掌管十座城 我赚了五钉银子 你可以掌管五座城 出现了这种 赐予奖赏的场面 不是吗 通过这所有的话语可知 无论是做礼拜 还是传道 或是过信仰生活 都要尽心尽意 尽性尽礼 心怀对上帝的爱 去做功 当我们 恭敬 敬畏上帝时 才能 多多少少 向父亲母亲 悔改我们 在天上 所犯的罪 为了 让我们 更努力传道 上帝 赐予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可是有的人 却因此 开始 世俗化 当上帝 赐予一个 更好的条件 有的人就 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反而更加要求 属世俗的事 我们绝对 不能陷入 这种事中 我们 要像 使徒保罗 所说的一样 知道怎样 处悲贱 怎样处丰富 使徒保罗 无论 在怎样的 环境和状况中 也没有失去 对上帝的心 始终以上帝 为中心 他是怎样 始终以上帝 为中心的呢 我们 一起来看一下 加拿太书 二章话语 耶稣说 我们尽心 尽以爱上帝 这是 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这最大 诫命的意义 其实都蕴含在了 愉悦节之中 为了详细了解 此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 加拿太书 二章 看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 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 谁在我里面 活着呢 他将自己 完全定在 十字架上 说他里面 活着的 只有谁呢 他里面 充满了 对基督的爱 与热情 无论去哪里 心中都百分之百 充满了基督 使徒保罗 顺从了基督 所赐予的所有教导 时刻回顾 思考自身的行为 因此 每当保罗 去传话语 所到之处 谁 会为他打开 对方的心呢 经上记录说 主打开了 他们的心 因此 不仅 旅底亚 受了敬礼 禁足也 受了敬礼 只要他传话语 对方的心门 就会打开 使徒保罗 为了排除 这世俗的 所有障碍 为了不顾盼 左右 而一心 投入到福音之中 一生 为福音 奔跑 因为他知道 只有这样 才能尽心 尽以 做上帝之功 所以他 只心存基督 努力 走了福音之路 在加拉太书 二章中 我们可以查看到 这恩典的教导 一起看一下 罗马书 八章 二十六节话语 况且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检查人心的 谁在检查 我们的心呢 检查人心的是上帝 上帝 时刻都在 查看我们的心 在灵上 成熟了多少 是否在走 正确的福音之路 是否做了 完全的悔改 上帝不以 我们的外貌 去判断这些 而是通过我们的内心 去发现和了解一切 因此 圣经中也记录说 上帝 检查人心 重新看一下 二十七节 检查人心的 晓得 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 照着上帝的旨意 替圣徒 祈求 我们 晓得万事 都互相效力 教爱上帝的人 得益处 就是 按他旨意 被照的人 因为 他预先 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 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以我们 现在的 内心状态 是否能 无愧地 对上帝说 我尽心 尽意 尽兴了 我做了 完全的悔改呢 上帝 正在 检查 我们的心 因为 正在 查看 我们的心 所以 只要我们的心 完全向着上帝 那么 全世界福音 也会随之成就 若我们心中 充满热情 对福音 拥有 坚定的信心 当我们向上帝 尽心 尽意 尽兴时 我们就能得到 完美的 福音结果 如若不然 就总是 会被周围的事 所吸引 撒旦 会用许多事物迷惑 蛊惑我们 让我们将经历 都倾注 在别的事情上 撒旦 为了不让我们 仰望上帝 而将众多的 妨碍因素 撒在我们的周围 因此 圣经说 我们的心 要怎样呢 以过去的 旧习旧态 断不能 进入天国 因此 为了 向上帝尽心 要将内心怎样呢 要重新整顿 更新 经上说 以现在的心 无法向上帝尽心 所以 要将心意更新 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书十二章 看十二章一节话语 所以 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 怎样呢 更新 要更新成 怎样的心呢 看后文 说要更新 最终 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得到全新的变化 只要心意 更新而变化 要向着什么方向变化呢 这里说的 不是向坏方向变化 是吧 教你们查验 何为上帝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那么 为了完全成就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上帝 这一最大的诫命 我们的心 要发生变化 更新才行 因为过去的心 无法全心全意 归向上帝 所以 我们 要心意 更新 而变化 才行 当我们 这样做时 上帝就会成就 和实现 我们的思想 我们心怀的意念 一起看一下 西伯来书 四章 十二节话语 上帝的道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 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 剖开 连心中的什么 和什么呢 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并且被造的 没有一样 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 在那与我们 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我们 里面不好的心 我们里面 所存有的 上帝不喜悦的心 这样的心 在幕后的日子 会受到审判 也就是说 我们里面的心 我们的内心 会受审判 所以 不要总是抱怨说 我们地区的福音 为何如此缓慢 我们区域 为何如此缓慢 不要总是 从外部环境上 找原因 要先想一想 我们的内心如何 对于自己 是天上罪人的事实 做了多少悔改 又向上帝 献上了自己 几分真心 心 无法靠近上帝的人 总是将心思 分散到别处 这里分1% 那里分10% 其他地方20% 别的地方 再分30% 因为这样分散 当然 无法向上帝尽心 无法尽心的人 即使树立在完美的福音计划 那福音计划能成就吗 圣经小玉说 绝对无法成就 一起看一下真言 19章21节话语 人心 多有计谋 不仅树立了福音计划 还树立了许多其他计划 今年要做这个 还要做那个 这样开始了新的一年 人心 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 才能怎样呢 才能立定 与此相同的内容 现代中文一本中 作了如下记录 人可能有许多计划 但只有上主的旨意生效 说只有上帝的旨意会生效 即使我们心中有无数个计划 可这些计划 在上帝看来 若不是出于对上帝尽心 尽力而树立的计划 就绝对无法成就 现在全世界已经建立了 四千多个西安 并且还在继续 我对此也感到非常惊讶 若是以如此惊人的速度 进行下去 那么今年不仅能建立七千个西安 甚至七万个西安 上帝也会给成就 这都是因为在背后 有弟兄姐妹们的努力 因为他们对上帝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 因为家人们 有这种全辈的心 所以上帝 才赐予这种结果 在我们周围不断建立西安 心远离上帝的人 无法得到祝福 即使一时顺利 但也会因此事 失去更多 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 离弃上帝的人都会如此 所以希望我们都能成为 时刻侍奉上帝 做得福之事 领受上帝祝福 回天国的西安家族 让我们尽心 尽兴 尽意 尽力 成为敬畏上帝 爱上帝的天国家族 西安家族 以此结束话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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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